陶翁中还发现了一个写有末术的银河 打开银河 考古学家看到了令人惊奇的景象 河中有十条玉石制成的腰带 这批玉带选用的玉料是非常上乘的 制作工艺也十分之考究 为什么唐喜宗皇陵中的礼器 用普通的琉璃制成 而这些轿藏的玉带却能选用上好的玉料 这些被小心地收藏起来的玉腰带 又到底具有着怎样非同一般的意义 根据唐石录记载 高祖使定腰带制制 就是说唐高祖制定了腰带制 以腰带上装饰品的质地和数量来区别官品等级 而装饰有玉的腰带等级最高 只有二品以上官员才可以佩戴 按照规定 三品可以使用香金玉带 三品以下只能使用金银铜质的腰带 何家村地窖中一共出土了十条玉带 但玉带形质 玉的质地都不仅相同 专家推测 这些有着细微差别的玉带 可能代表着二品以上不同的官职 诸侯 王 公 清 将 和相 这样看来 这些玉带不太可能属于同一位官员 何家村这批玉带的拥有者 到底是什么人呢 玉带对唐王朝来说 到底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呢 1992年 陕西省长安县南里王村 出土了一条精美的玉带 整条玉带有十三个带跨带扣 共计十五件组织 玉带跨包有金边 上面还镶着珍珠 以及各种色彩的宝石 考古学家称这条玉带为 玉良宝殿带 历史学家考证 玉带的主人 是初唐时期一位叫豆角的人 豆角作为隋朝旧臣 投靠了唐高祖李渊 并在李渊儿子李世民的手下效力 公元617年7月 豆角跟随李世民进呼场了 再一次战斗 豆角生鲜世俗 带头第一个冲向敌军阵 离军被斗角的气势阵势 部队也被一举击溃 公元618年 李渊成帝宣布建立唐朝 战后论功行赏 豆角被认名为 左卫府中郎将 上驻国将军 这个关阶相当于正三平坏 已经有资格拥有一条御带了 这条御带很可能就是 黄继赐给他的一副御带 因为他是中郎将 他是警卫团 就是等于警卫团的团长 负责黄继的警卫 所以他就是系上这个带子 你要站在这个黄继的剑前里的话 他就非常威风 对于刚刚建立不久的唐朝来说 豆角属于隋朝投诚过来的 前朝旧臣 但唐高祖李渊仍对他非常气助 李渊还重用农民起雨军中的将领 选拔真正有才能的人来做官 这是因为李渊仍对他